好 持續回來是追蹤第一線 線上是我們的日本九州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 目前是旅居丹麥的容格分析師 廣梅芳 梅芳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歡迎梅芳 我們首先要請梅芳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媒體報導了金錢畸形症 現在很廣泛的出現在年輕世代 就是說對自己的錢財的自我認知 還有現實是不相符合 所以很容易就做出很糟糕的財務決定 而這樣的狀況很大部分是受到了社群媒體影響 我們應該如何調整一下心態 避免所謂的衝動購物或者是過度消費呢 要請教您 好的 金錢畸形症 其實它就是心理上出現了一些病態的症狀 那主要它就是沒有辦法現實的去評估 自己賺的錢跟自己擁有的資產 所代表的個人的意義跟社會的意義 換句話說 金錢畸形症就會讓你一直感覺自己很窮 就是可能你的收入已經達到國人的平均收入 甚至更高一點 但是你因為受到社交媒體的影響 就會覺得自己應該吃穿用度都是最高級的標配 比如說吃就應該要吃每一個當季最頂級的食材 買就要買比如說最新的車子最新的產品 那其實這些東西這些花費都不是一般人呢 我們可以負擔得起的 那所以當有這種但是有這種不符合實際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其實一直在一種很焦慮跟很痛苦的狀況下 因為你一直覺得自己很窮 然後一直覺得錢不夠花 那這樣怎麼辦呢 就變成你會不停的拼命的工作 然後不敢買東西因為你覺得我很窮我要存錢 但是當你過度的去壓抑自己的慾望的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形成一種衝動型的消費 所以就形成一種兩極的一種在焦慮的一種狀態裡面 那這個特別出現在比如說年輕比較年輕時代 像是遷徙時代的年輕朋友們 像是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朋友 或者所謂的Z世代 就是1997到2012年出生的世代 那這主要是因為社交媒體的影響 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很所謂很奢侈的或頂級的東西是正常的 你應該要有的 那其實並不是 那當然你也可能並不在這個世代卻擁有金錢畸形症 這個有可能是你曾經經歷過一些突然之間的財務上面的創傷 比如說家庭突然出現了財務問題 或者你突然失業 或者突然離婚 導致你的財務出現狀況 那如何去真的能夠解決跟面對金錢畸形症呢 很重要的是一個去真實的面對它 比如說書寫跟討論 就是把你的所謂的財務跟消費的很多想法 可以實際上的把它列下來 然後呢 再把你自己的財務狀態也做一個列表 然後去計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算算看到底哪些東西 帶給你的快樂的性價比最高 那這就會是你生命中或者每天生活中其實最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你很可能發現一個你買的一個小咖啡杯 價格並不是很昂貴 可是你每天用它的時候你看到它你就很喜歡 然後覺得很開心 那這個時候這樣的東西才是真的能夠帶給你最多快樂的東西 可以讓你更回歸現實的一個財務狀況 其實一個杯子很可能比你想像中的超跑要帶給你更多的快樂 好另外是有網友在這個社群平台上分享一個新的詞 叫做情緒房租 那就是呢 因為他跟父母同住就不用付租金 只不過他們在精神層面上就支付了不少的隱形成本 像是可能就是要承受家人過度關心啦 或者是情緒勒索 當作是繳房租 所以這個話題其實引發了不少網友的共鳴喔 有人認為說精神的代價是更貴的 那博士您又怎麼來看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好的的確是這個當情緒啊跟精神的代價的時候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因為當我們是雖然身為子女 但是已經是成年子女的時候 當成年子女與父母共住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是雙方都要注意到關係上其實已經出現了改變 就是從原來的養育的親子關係 其實現在到了共同生活的成年人的親子關係了 那因為是共同生活其實有個很重要 就是大家要一起為這個家庭付出 所以比如說作為子女的 你也必須因為現在就不是完全被養育的小朋友的階段了 所以全家人要一起比如說打掃做飯甚至是美化 為美好的家庭生活是要一起付出努力的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 其實是找出一個健康的邊界 讓爸爸媽媽跟子女 讓我們都可以過更快樂健康的生活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在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時候 健康的邊界就是每一個人 不論你是子女或者是父母都應該是要被尊重的 大家要練習去好好說話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因為跟家人太親近了 就會比較急 可能聲音比較大 也可能會重複 所以很重要的是全家人可以有一個時間 比如說一週一次 30分鐘也好 然後可以大家在一起互相的去溫柔提醒 這個時候你的聲音可能比較大哦 這個時候你比如說有幾個名詞是我們很容易用 你就發現這個時候應該是情緒來了 比如說你總是怎樣怎樣 你永遠是怎樣怎樣的時候 其實一般是我們情緒比較激動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溫柔的去提醒彼此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慢慢的把聲音緩下來 然後好好的說話 還有個很重要的是 每個人都可以說不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 所以我們其實要付出責任 但是我們也可以享受獲得自己美好生活的權利 那當然如果還是覺得全家人一起討論的時候比較困難的話 也可以考慮去找一些專業的幫助 或者也可以找大家全家人都信賴的親戚或朋友 一起來跟大家透過比如說喝茶 然後好好的聊天 然後慢慢的把這個邊界 健康的邊界建立起來 那很多的壓力其實呢 不是來自於其他人 其實是來自於自己的一個自我認知 像是中年危機這個很常見的詞 遇到的時間點就會因人而異 根據調查在英國人呢 他們平均是大約35.8歲會遇到所謂中年危機 但是義大利人則是要到64.2歲 所以要請教博士了 關於這個中年危機的精神壓力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或者是我們應該如何來準備 會降低這樣的一個危機感 好的 所謂中年危機呢 通常當然是到了這個中年的 這個所謂中年的時間 但是就像我們的這個做出的這個統計 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個人 遇到中年危機的時間都不同 那通常是它的一個開始 是一個事件引發了你開始思考 比如說你會開始突然覺得反思 你會去質問 我這輩子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況呢 那這樣子就夠了嗎 這樣就好了嗎 有可能是你突然發現 自己越來越跟自己所認識的 當年的父母的狀態 越來越像的時候 會引發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突然當這些想法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覺得哇 我必須要忙做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中年危機 那但是其實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好消息 就是中年人 雖然年紀要比年輕的時候 要更成熟更大 但其實呢 照歐美的研究顯示 那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參考 就是中年人其實比年輕人的 一般來說 你的認知狀態是更好的 就是你對於現實的狀態是更理解的 而且一般來說 我們的認知 智慧跟我們的韧性 都是在最好的狀態下 那要怎麼去利用它呢 其實很重要是因為中年人呢 也因為自己的能力更強更成熟 所以我們很可能 上面會照顧自己的父母 下面要照顧小孩子 就會覺得呢 任何事情都應該要非常好才行 你覺得應該 孩子就應該要好呀 工作就應該好啊 父母應該要開心健康啊 以至於把你自己心裡面的那個弦 崩得太近 所以壓力就會太大 那我們可以做的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是 我們定期的去清理一下 心裡面的責任跟期待 我們有時候要想 有一些期待 有些責任是合理的 有一些其實 應該要適時的放手 因為要讓它更順順的 更自然的話 能夠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更能夠恢復我們內心的韧性跟彈性 所以很重要的是在這個中年的時候 特別是面對體力變化啊 更年期啊 空潮期 這些不可避免的狀況的時候呢 讓我們已經積累到今天的智慧 在這個時候可以發光發熱 然後可以去面對這個年紀 所遇到的一些特別的議題 好 確實壓力的來源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注重一下心理的健康程度 還有平常的一個心態的調整 都非常重要 也感謝博士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